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的爱恨没有交错点 我不要永远 只是在乎一瞬间 我们都困在爱恨的边缘 恨死王爷 娘娘和小王子落难 公主无家可归 难道父亲你觉得这还不够吗 说什么 公主无家可归 公主不是已经死了吧 没错 公主是已经死了 但是他的人还活在我心中 不像有的人还活着 但是在我心中他已经死了 你 混账 你给我滚 封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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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仪在吗 华尚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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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嗯 啊 华尚姐姐 华尚姐姐 我不是华尚姐姐 我叫朱翠 是 华尚姐姐 那华尔在吗 姑姑给华尚姐姐吃的 那你姑姑在吗 姑姑给华尚姐姐吃的 好 谢谢 没事 谢谢 将军 尸体是假的 快 你去曹大人 你上当了 是 大人 这里长威本来应该安排有人的 可是奇怪 现在一个人也没有 包大勇 在 带着你的深入营的人 好 是大人 是 door 男人 入门 和 驾 驾 又是你们几个 我曹某跟你们不乐道恩怨已尽 为何还要苦苦相逼 曹大人真是健忘啊 你说说看 曹大人忘了跟我们不乐道还有一笔交易 难道是不乐之捐 曹大人还是心中有数的 既然我连人都不要了 那不乐之捐恐怕也要作废了吧 曹大人说话倒是轻松 那你的意思呢 不乐之捐是有规矩的 我不想让曹大人坏了这个规矩 莫非你想把我的命留在这儿不成 曹大人是当朝权贵 命自然很值钱 不过不乐道倒愿意给曹大人留下点面子 你说 又有什么新主意 曹大人是聪明人 只要曹大人留下样东西 这不乐之捐嘛 自然可以一笔勾销了 什么东西 静玉衣 果然不出我之所料 不乐倒也盯上静玉衣了 怎么样 这笔交易如何 如果我要是不交呢 那大人以为呢 是 弹莲 弹死 弹升 弹空 弹空 走 大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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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队了 保护金鱼医重要 走 禀大人 常常军有要事相告 什么事 原来乌游公主没有死 死的是盈盈 什么 他没死 一定是他 百变先自方来已 你回去吧 告诉常将军 说本官有要事返京 让他小心防备就是了 是 我去 哥哥 大遥跟了我十几年 我没有什么亲人 我一直把大遥 当成我的兄弟 他今天就这么死 他就这么死了 大遥真是个好孩子 一铺九重 也算是难得 凤云 他今天不该死 死的应该是我 敏儿 大遥不在 可你别忘记 还有风雨 亲戚 我们都是你的亲人 不够 无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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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头 无敌 祝君 我再敬你一杯 名务 你也别太伤心了 死去的人已经死去了 你总不能再让活着的人 为你去伤心 风亦 好了好了 没事了 都过去了 过去了 怎么办 我们回去吧 曹宇的目标本来就是长生术 现在他拿到了金玉衣 公主对他来说 就没什么关系了 大人 我们怎么办 斩草要除根 我杀掉公主 总是我心头大患 大人几时能赶回来 恐怕最快也要晚上才能赶到 这份分别是 关系上 难怪你 至此 上 哭 宇的 你不想念 就な 严品 你在这儿干什么 不明哥哥 我在这儿挖人参 这里会有人参 会 那一天我是在玩的时候看到的 那你现在干嘛不挖 因为 因为时机还没有到 你看你 衣服都湿了 来 跟我回去吧 轻轻不用 轻轻不能走 轻轻一走的话 人生就会跑了 无明哥哥 轻轻不怕 轻轻希望无明哥哥的伤快点好 谢谢你 这是什么 这是挖人参的路骨 这个是挖人参的路骨 还有这么多讲究 你从哪知道这么多的 我说的是挖人参的路骨 那不就挖人参的路骨 就是挖人参的路骨 还有什么都不挖人参的路骨 不要乱走 叫你走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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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 慢点 你一大早就去捉拿公主 好 你去吧 是 是 记住 不要火得只要死的 一个也不许放过 是 是 上 公主小心 停 公主 长毛 蒙儿 生什么蒙儿了 蒙儿 停 长毛 公主 你快走 我爹还要杀你 我知道 蒙儿 我爹对不起你 他害了王爷 可他 毕竟是我亲爹 蒙儿 我不能亲自我的报仇 可长毛 不能对不起你 公主 你别为我报仇了 我不怪你 长毛 我终于知道死 蒙儿 并不可怕 长毛 你不会死的 我们走 风雨会帮你疗伤的 蒙儿 你一定会活过来的 你不会死的 你先到我附近 蒙儿 蒙儿 爹 你给我生命 我还给你 蒙儿 我死了没关系 但我希望用我的死 来欢喜你的良知 蒙儿 长毛 长毛 蒙儿 你不要再做错事了 爹 你不要再做错事了 蒙儿 长毛 长毛 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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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全部都该死 耍觉 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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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最后叫你一声长波波吗 我真得好狠心 你不禁害死了我的父王 你竟然令你自己的亲生儿子都可以杀掉 那全都是因为你 就是因为有你 我儿子长梦才会胡思乱想 结果 女人都是祸水 都是祸水 放箭 把他们全部射死 为我的儿子报仇 翠儿 快走 我不要 我要替我父王还有长梦报仇 放箭 放箭 我们走 别哭了 人死不能复生 音音妹妹为我死了 长梦哥哥也为我死了 可怜长梦 这样一个好孩子 却会有这样一个父亲 封怡 封怡 苍天为什么这么不公平 死了这么多好人 静怡医就这么重要吗 有多少人都 为什么 为什么 每个人都看中了自己的生命 从来都不珍惜他人的生命 互相残杀的结果就是 所有的生命都遭到了剑法 也许 这就是人的悲哀吧 是 如果不是公主 长梦就不会死 没有公主 我跟你 没完 不错 风景真是不错 您也 看来明年南洋的共粮得多加一点 东厂现在出去办事 它不比往年啊 开销是越来越大的 大人 这事好办 我回去和户部的赵大人说一声 停 大人 后面有江湖的人跟着 什么时候发现的 什么时候发现的 自从到了南洋地面 时应时现 到前面找个小店洗洗脚 我得看看这帮朋友是什么来手 是 你 什么时候发现的 有什么时候发现的 是 我会找到有点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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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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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这位客官 真不好意思 我们这已经坐满了 您另找个地儿吧 这位兄弟 到我们这里来挤一挤吧 谢谢了 天气这么冷 喝口热茶也算是招待朋友之道 我们不是朋友 四海之内接兄弟嘛 请 好茶 这可是本地上好的信阳 可惜 喝好茶 当沐浴更衣 心平气和 茶香才会沁人心脾 只不过现在的茶里 却有一股浓浓的杀气 岂不可惜 敢为这位朋友来自何方 国难家难家又何在 朋友是何门派 既然是以茶会友 又何必深究这种繁殖的 方程俗事呢 朋友跟了我们这么久 总该有个交代吧 现在确实不是打打杀杀的人 您确实还的 当沐浴的杀杀人 您得操耀杀的人 您 您可以 您的庞的杀杀人 我来 干什么凶巴巴的 我是洪水猛烧 你不是洪水猛烧 你比洪水猛烧还有凶才 难道你自己不觉得吗 一个人的脸上要是总挂着恼怒 就是再漂亮的姑娘也会慢慢变得不漂亮 一个人的脸上即使永远挂着笑容 也不见得会越来越帅 你说话永远都是这个样子 至少我表明了我的态度 总比有的人效力藏刀得好得多 快乐没什么不好的 你快乐吗 没有什么让我不快乐的 可是你别忘了 你的快乐是建立在别人的不快乐之上 这本来就是我们不乐道的规矩 别人也可以用同样的手段来让你不快乐 快乐和不快乐本来就是很私人的事情 我从来不禁止任何快乐的事情 当然也可以采取任何手段 你使用的是暴力 你使用的是暴力 杀人 还觉得杀人有理 你说对了 杀人有理 你这个毫无人性参业的人 什么是人性 不乐道的规矩就是杀人 这个世界要么被人杀要么杀人 我不想被人杀 我只有选择杀人 杀人真的会让你快乐吗 那要看你怎么看待了 最起码我杀的那些人都不是什么好人 对 从道德上来讲 你杀的人确实不是什么好人 甚至可以说是无耻 但是他们并没有犯法 那又怎么样 这个世界有一个规则 大家都依照这个规则去生活去赚钱 大家都付出了劳动 可是你却脱离了这个规则 敲诈勒索 强取好夺 我们不乐老的规矩就是不乐之指 你只会按照自己的规则去生活 从来没有考虑过别人的感受 我根本就不用去考虑他人的感受与我无关 与你无关 你杀过了多少人你知道吗 这很重要吗 对于你来说当然不重要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那些死者家属的感受 我想他们应该很不快乐 不快乐 仅仅是不快乐吗 你有没有想过他们以后的生活 也许有一个家庭正在依靠着他生活 也许有一个女儿正在等着他的父亲回家 也许有一个老人正期待他的儿子能为他养老送终 可是他们却都死在你们的手里 你不觉得惭愧吗 这就是你们的规矩吗 这些毫无人心的规矩 只有你们这些毫无人心的人才做得出来 这跟您有什么关系 这跟我当然有关系 因为我能体会到他们的感受 我弟 还有长毛 他们都是我的亲人 可是他们却一个个都死去了 他们就是死在你们这样毫无人心的人的手里 你 曹羽 常威 根本就是一样的 你杀了别人 别人也杀了大雅 你杀别人的时候很快乐 别人杀大雅的时候也一样快乐 大雅跟别人不一样 他是我兄弟 我要让他们付出代价 要让他们的血流进 你以为用心血就能化回生体的生命吗 你现在不快乐了吧 还没有到不乐岛 倒是已经学会了不乐岛的手法 我才不管你们不乐岛有什么臭规矩 还有 你虽然救了 但是像你这种人 我是绝对不会感激你的 你也别指望 我会对你说声谢谢 谢谢冯姨 冯姨 菜是轻轻做的吗 好好吃 喜欢吃就多吃点 嗯 喜欢吃就多吃点 嗯 谢谢 谢谢冯姨 现在都是一家人了 大家要互相关爱 别像孩子似的闹来闹去 我们再赶一段路就到婆阳湖了 就可以上船 直通香香南下了 你怎么了 翠儿 你我没有想到下船 你还要到家伙子 你会到家伙子 我到家伙子 你会到家伙子 你家伙子 你家伙子 也要到家伙子 我去到家伙子 封玉说了 我们是一家人 我们和好 谁跟你一家人了 我也不想跟你和好 随便 不过 我确实不想跟你争吵了 我也不想和你这种人争吵 我只不过想杀了你 我不想再看到你这种人活在世界上 你很喜欢兜嘴吗 相比杀人而言 至少更文明一些 从第一次 不 从第二次见到你 你就很过分你知道吗 那又怎么样 我一直都在让着你 这可不像你的个性 我的个性 你对我的个性好像很了解 那你知不知道 一个人只有一条命 我知道 我还知道每个人都只有一条命 包括你在那 那你信不信 我现在就可以把你这条命拿走 是吗 难道你从来不害怕 害怕就是否定自己 我从来不会否定自己 你一直都是这个样子 怎么 你不喜欢 这就对了 麻烦你以后离我远一点 你要干嘛 你其实跟我很像 你错了 我跟谁都不像 我只是我自己 一算了 还是 你真想 你不干嘛 你无法定 你这条命令 你不干嘛 但这条命令 我都不害怕 你内人 那条命令 这样 我就可以很快 见到我娘和我弟弟了 对不对 不乐得还要南下 我们现在要去的地方是赵庆 那里有我们的一处别管 我还有些事情 需要安排 这一次惨遭巨变 沦落江湖 你也吃了不少苦 不过 这也许对你也不一定是坏事 封怡 你不要再安慰我了 我是不是很笨 总需要别人来保护 你是一个智慧型的姑娘 比我想象的 也坚强了很多 也是一块练武的好配子 那为什么 我每次都打不过他们 是不是我练的武功不够高深 你小小的年纪 有这样的武功已经很不错了 记住 武功并没有高深之说 而重功力 如果想练成一身高深的武功 需要吃很多的苦 也许你养尊处又惯了 那个时候我也很刻苦的 仅仅在某一段时间刻苦 是远远不够的 习武应该是一辈子的事 活到老学到老 而不只是一个过程 如果有一点点的成绩 就满足 永远也练不成最高深的武功 那我的功夫 什么时候能像风仪那样啊 山外有山 人外有人 像风仪这点武功 又算得了什么呢 那 不乐到大岛主高丽的功夫高深 还是风仪的功夫高深呢 以后不许问我这样的问题 风仪 你说练武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学武的目的 每个人各有不同 有的人是为了强身健体 有的人是为了生活 而有的人是为了复仇 风仪又是为了什么呢 你怎么老问我这样的问题 我想多了解风仪 因为 对 我喜欢风仪 停 恭迎曹大人 胡大人请起 曹大人您有什么事情吩咐 我只是路过顺便过来看看 中国朋友 驾 驾 大人 那个人已经不见了 大人 咱们人手众多 为什么不一举铲除他 这个非同一般 此人功夫高深莫测 大人 咱们那么多人 难道还打不过他 这个人肆无忌惮 却不急于出手 我想他的目的 一定是金玉仪 他会不会 跟不乐岛的人有关 桑董 大人 大人 要这些东西干什么 叫你去一座郡 是大人 我对我说 我对你去一座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发独明 使法则武 武时法性 又武时间 一发独明 使法则武 一发独明 使法则武 一发独明 使法则武 他的目标一定是金玉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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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